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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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的行李 你的箱子忘了 你的箱子 是个体ām的 你的两个儿童 着眼磁 股壮天 还王 我 你 你 快 初恋 你唱什么对啊你 不好意思 我们排了很久了车吧 我刚才在机场拉了一个人 你说没给我钱人跑了 没给你钱关我们什么事 你什么人呢 你 小姐我们去哪儿啊 小姐我们去哪儿啊 我可是问过你了啊 我可是问过你了啊 欢迎乘车 现在开始计算 台中欢迎你 欢迎呀欢迎你 是这样的小姐 刚才我们一直开到路口 我问您去哪儿 您没回答我 正好绿灯 路口不能停车 我就一直上了还城了 反正也没离开泰州城嘛 对吧 现在您告诉我您去哪儿 泰州我哪儿都认识 我是泰州南博安 什么 台中 台北 台北 哎呦爷爷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酒店这两天有会议 我要负责接待 特别忙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下班 哎呀爷爷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不要在上班的时候 跟我说这个事啊 别人都听到了你 不不不 没 没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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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地娘 你别紧张 不就是相个亲吗 爷爷做得对啊 你跑过来干什么 我怎么了 我给你招揽生意来了 得了得了 我在上班呢 你别给我添乱了 这 谁给你添乱了 阿拓 阿拓 你在听吗 你搞什么名堂啊 这种莫名其妙客人 我怎么接待呀 又不是让你白帮忙 看见这箱子没有 咱平分了怎么样 我说你最近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杀人越货 你当你是粮商好汉哪 我的娘 今天这事谁抢劫谁啊到底 再说了就这女孩 你 你过去过去 快去 你看看你 你信吗 就这模样 这打扮 身上竟然连一分钱现金都没有 卡也没有 我车费都快一百了 我不打到箱子处理 我今天不是白干了 我说你懂不懂法律啊 什 什么法律 小姐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儿来的 你打算去什么地方 许经理您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有点咖啡 好 请稍等 什么搜 好 就是 你从哪儿来的 什么名字 你在这里找什么 找到一个人 还是在街上 我记得了 我不记得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忘了 都忘了 我忘了 她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忘了 遇着高人了 许多 你帮我翻译一下这些问题 告诉她必须回答 第一 她带钱了没有 多少放哪儿了 是不是放在箱子里了 第二 如果没有的话 她要没有朋友能够借到钱呢 第三 如果两样都没有的话 问她家人要电话 让她把钱汇过来 我没说完呢 许多 咖啡我先单了 许 许多 好 明天行政楼层的会议一定要准时 好 二十八楼送机场单子 我已经签了 交给Emma了 好的 好 那这样吧 我先走了 好 经理再见 再见 喂 爷爷 下班了 不不 还有件事情没处理完 来 加班 加班 这怎么可以啊 爷爷 你别开玩笑了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你怎么能把人 喂 爷爷 爷爷 你听我 喂 喂 爷爷 都 pass的 incidents 咱 assassination 咱 intimacy 去找你 empresas 爷爷 你怎么刚 spot 发生意 hypothuru 行 让你拿着 要是这样吧 规矩 あ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任何事 任何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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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弟 现在医院看个感冒就上千 看这个 还不得上万 我没有 你来嘛 你还嫌讹我不够啊 这个房间费 说好大家一人一半的 最后呢 不还是刷到我的卡吗 谁想到你弄个套房 那没担家让我上哪儿找去 行行行 明天住招待所 我来 好吗 你好意思 不行 我得睡觉去了 困死我了 这样 今天那个女警察 你们俩认识吧 你们俩挺熟的 她心眼不错 就是人太凶了 罚了我六回 反正你俩没心 爷爷真是 介绍谁不好非介绍她 爷爷啊 我还在酒店呢 真的 今天有点事 她来过了 见过 见过 其实也不算见 这事以后我再跟您说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也老大不小啊 我家闹着你 是我 我是为我昨天的行为来道歉的 昨晚我辗转返车 久久不能入眠 良心一遍遍受到谴责 我怎么可以带你绕那么大一段路呢 而且 我又怎么能在你迷惑的状态下 想私自打开你的箱子 我的天 你想要怎么样 我只有一百块钱 你拿着呢 我们私了吧 你走吧 好不好 离开我们 嗨 早上 来 早上好 你还是跟我们去趟医院吧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状况 不 我不去 我告诉你 我们可是人至义尽了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可不客气了 车费你不给也就算了 房费你总得给吧 这是套房 套房 这里吗 这里是你们带我来的 我并没有要求要住这里啊 你 这不耍赖吗 这不是 我也不是不想付钱 就是说把密码给忘了 密码懂吗 密码 密码 你们的键 怎么样怎么样 快快快 检查完了 医生说 他除了有点轻微的脑震荡以外 没有查出其他任何的外伤和内伤 精神鉴定结果也是正常的 正常 他要是正常我挂号去 他现在就是有点明显的失忆现象 失忆 这个失忆呢就是 也许把失忆前的事情给忘了 也许我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给忘了 但或许突然又想起什么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搞不清楚 走吧 这医生开了药 咱们拿药去吧 朱警官 您这罚得也太狠了 咱都这么熟了 你至于吗 我告诉你 这都是清的 那是机场路口多危险 你要把孩子撞了怎么办 还不是我教你 你来你才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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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存侥幸 不过也没逃过您的天罗地网不是 还有事啊 那个许拓他是你朋友啊 是啊 你也没想到这么巧吧 你过来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把我们之间的事情 告诉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你就死定了 我哪敢啊 再说你们俩也没什么事是吧 不过我都忙你要帮啊 到底什么忙啊 等一下 你看 那个啊 朱警官 那个啊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个啊 现在还不知道名字 这就是 泰州我最崇拜的偶像 朱朱 朱警官 你好 那个是这样 这种在路上解人的事情不给我们管 这种在路上解人的事情不给我们管 你们去找护记警吧 不是 朱警官 你看我们都来了 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呢 下一个 很好 回去了 我的娘啊 好 好 好 找什么那你找呢 找点有用的 我都找过了 你看 带字的就这么多了 三本书和两个影集 你干什么呀你 我好不容易打开它 我没记住密码啊我 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 说什么呢 她说这是她的个人隐私 不容侵犯 你这是隐私吗 你这是自私 我不自私 都懂啊 你装太像了你 行了行了 你们俩给人吵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也请你理解一下大勇 他是开出租车的 每天要完成一定的任务 向公司交一定的钱 这两天他把他的营运时间 全都花在帮助你上面了 还有这间客房的房费 也是我们俩共同承担的 我明白 不有钱 可是 你们自己看吗 这是旅行支票 酒店可以接受的 怎么用啊 签上名就行了 来来 我有笔 我有笔 我的名字 你先签一 我的名字 你就别催他了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他怎么签啊 我很真诚地向你资讯 这种情况警署能不能接管啊 我也是真诚地回答你 这种情况警署没有理由接管 应该就是两种状态 你说 登报 别人提示 要么 送社会救助站 我还听讲登报那一大笔钱呢 社会救助站是个什么地方 喂 喂 警察怎么这么大脾气啊 警察怎么这么大脾气啊 看这里 你干嘛 开市博会啊 我 店 这地方 店ıy przed tow 店 雨 2 2 1 3 8 1 2 него 2 3 4 他 我都想要 他那间房是空的呀 那人家走了 门是锁着的呀 我这个房间就有一张床 一男一女 怎么睡啊 谁在乎 反正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管什么用 我都不在乎 你不在乎也不管用 你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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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挺好听的 真的挺好听的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最好尽快想起来 你以前叫什么名字 别着急 慢慢想 如雨那名字好听 挺好听的 那个许突啊 你睡沙发 他睡卧室 什么 谢谢 别客气 祝人为乐传统美德嘛 是不是 我说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你的洗漱用品 你真好 晚安 这些照片 真的很重要吗 废话 要不然这么沉你提着它干吗 让我看看 这些都是老照片吧 这几张好像是大臣岛吧 大臣岛 许突 你的寻找任务来了 这是一江山岛 为什么 小姐 我帮你找到他算是找对了 他爷爷就住在大臣岛 以后别找我了啊 这 哪跟哪儿啊 但是这个照片上的背景建筑 我好像小时候没见过呀 真的 来我看 那是不是有历史收藏价值啊 我听说在古玩市场上 这些老照片特值钱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满脑子都是钱 掉钱业里面去了 我得好好看看 我还没看完 那天心有 你别弄坏了你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有一本呢 还有呢 还有 这些照片 我怀疑是我的吗 再让我看看 这什么呀 穿的花里胡哨的 乐剧啊 我知道 北京舞台 什么禁剧啊 这本地地方戏叫乱弹 我看着乱弹琴 这种剧目已经很古老了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基本上都没听过 哎 要不然这样吧 明天 我带你去一趟乱弹剧团 好 准备吗 那我也去 很好 带我去看这个 嗯 北京舞台 乱弹 这得说过了 他从哪儿找啊 北京舞台 如云 如云 你还有其他照片吗 我要睡觉啊 看见没有 住习惯了 朱朱 朱警官 有事吗 这是从那个女孩的皮箱里找到的 我看上面有国民党军队的照片 我怀疑她是特务 我可没有那么闲为你一个人服务 现在是午休时间 有什么事你下午来打听吧 还有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这种事情不归我们管 那行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不着急 我一定要让你养成一个习惯 看见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其实我知道不归你管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啊 这个是我们乱谈的照片 不过照片上的人我们不认识 好漂亮 谢谢啊 真的好漂亮 这些衣服也好漂亮啊 做得真好 做得真好 我觉得 这些衣服 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穿过 啊 是吗 嗯 我觉得你们俩 对一个陌生女孩如此真情关注 实在是让我怀疑你们的用心啊 这可看透不可说透啊 好啊 赵大勇 我发现你现在的胆子可越来越大了 开玩笑呢 我们真是真情关注 真是助人为乐 你别光看我们外表 我们内心那是滚烫滚烫的 有气质的你知道吗 你看 这张 还有这张 不一样啊 真是有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听说是五十多年前的那一辈 他们当中啊 有很多人已经下落不明了 这些照片啊 是后来拍的 二十多年了 当时啊 他们在台州是红极一时 现在台州人啊都不知道他们了 二十年前啊 那时候又没有几个人有相机 那您还记得当年是谁用老相机拍的乱谈吗 不记得了二十多年了 要记的事情啊太多了 山叔眼珠快开始了 我去化妆去了 你们自己慢慢看吧 好 谢谢您啊山叔 不客气 再见 好 想起来了吗 她是你什么人 不 我头痛 啊 75 墅 墅 下 像 有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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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去了一江山的金人馆 我看到这张照片和这张照片 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怎么觉得这个事越扯越远了呀 连国军都出现了 正好相反 照片对上了 说明我们已经找到现实了 什么呀 她这照片又不是原件也是复印的 谁知道哪儿来的 你少勿索 这是她随身携带的 而且放在照相簿里面 肯定不一步 对 绝对跟她也有重要关系 你看 听得懂吗 好 来 进来吧 朱警官 不用换鞋了 进来这 我换了啊 来 朱警官 你那个鞋 坐坐坐 快 就当到了自己家一样啊 别客气 许拓 你怎么不叠被子呢 好 朱警官 但是呢 如云她睡在我的卧室里面 所以我就睡在沙发上了 有点宣兵夺主啊 应该她睡沙发才对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自私得很 朱警官 欢迎你加入 为如云寻找来出的队伍 咱们都是泰州人 不计较那个 对吧 就像家里来的位客人一样嘛 我的娘 你是她什么人 笑什么笑 你说得对 我加入 谢谢 谢谢 加入就加入 你让朱警官坐 你去倒水去 倒水去 好 来 坐坐 许拓 你说我们忙活大半天了 我们发现什么了 他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啊 不是 他是不是装的呀 骗吃骗喝骗玩骗住的 我跟你说话呢 朱警官 喝口水 谢谢 没锁 打开打开打开 不行 你要打开他的箱子 现在给如云打成招呼 打什么招呼啊 你就是余目脑袋我告诉你 我们为谁啊 他就应该对我们毫无保留 敞开心扉 不合适 你们看吧 我也不记得里面有什么 有用的东西了 这不是还一个相册吗 我能再看看这本相册吗 嗯 这是谁啊 我 我也不记得了 来来来 你过来 快坐这儿 我看 要不今天就算了吧 他都蒸腾一天了 让他赶紧睡觉 我睡觉 我睡觉多做梦 而且还是同一个梦 那你再好好想一想 你梦里面都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一个岛 还有一个岛 很多人都在跑 没了 什么呀 一个岛又一个岛的 群岛啊 大臣岛 我睡觉不觉了 你说的 我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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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要靠地了 我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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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路易 你来 你看 这里跟照片上是一模一样的 不 我肯定没有来过这里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再好好想想看 对啊 我不记得了 如云 如云 你先别忙着上去啊 你再仔细看看 我的天啊 你看啊 你现在 你是不是 不知道见了爷爷 该怎么说呀 对对对 我们 怎么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 二位啊 二位 二位 咱能不能不要忘了 今天来这里的主题呀 不是 许多 你拿一个箱子啊你 怎么办呀 我就扶了你们了我去 等我一会儿 陆圆 陆圆 怎么了 我的脑子里老是想一些奇怪的内容 分不清楚到底是梦境还是记忆 或者仅仅是思维幻觉 我听见一个哭泣的声音 是婴儿 大白天的哪有哭声啊 我听见一个哭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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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爷爷 我们来看你了 达兔 达兔 回来了 达兔叔 好久不见了啊 你爷爷去钓鱼去了 哦 女朋友长得蛮漂亮的嘛 达兔 达兔叔 他 看 无敌海景 我的天 好宽阔啊 我 那是不是我们上岸的地方 就是那儿 来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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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 麻烦你们拍照片吧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个 这个拍拍在这儿做 好 你看吧 整个亭子都过去了 好 这边去大点了 来 来 来 一 二 三 来 讲武员到了啊 快点 你给我拍张照呢 好 来 来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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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个一起来 来 一起来 来 快点啊 一 阿拓 三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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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 快给我给我 我去哪儿叫你了 爷爷爷 爷爷受不了了 好 朱同志 你也来了 爷爷 你好啊 好呢 你们见了 见了就好 见了就好嘛 爷爷 您是怎么认识朱警官呢 哦 他们公安局上政治课 非要请我去讲 一江山岛打仗的故事 是朱同志跟我联系的 哦 这么看上的 爷爷 您身体还好吧 好啊 我硬冷得很哪 我爷爷身子好着呢 爷爷 今天我们来是有事 我那个 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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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如云 朱同志 海浪 你不远 也不远 你不远 那你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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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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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起什么了吗 真好吃 您要是开鱼漆的时候 海鲜的品种还更丰富呢 爷爷 你帮我看看这些照片吧 这就是大臣岛 那这家呢 那是溢江山岛 爷爷 这照片上的建筑 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 过去有的 那是五十多年以前了 你看这些照片的成色 都差不多 爷爷 这些照片值钱吗 值钱不值钱不好说 至少拍这些照片 没钱是拍不了的 爷爷 这话什么意思啊 过去岛上没有照相馆 直到解放以后很长的时间 都是如此 难得有人到岛上来照个相 能够来拍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家 我们啃黄队刚到岛上 也拍了这些老照片 但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你们实在找不着的话 就到博物馆 纪念馆去看看吧 爷爷 爷爷只有这一张老照片 我看看 你们看看 好 这张啊 哎 你们看 这张照片我看过 是爷爷当战士的时候 部队摄影师给拍的 是的 啊 这就是在大臣倒拍的 这是军装吗 顺务军队的 我怎么没见过 还中国人 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都没见过 哦 也对 他是美国人啊 应该只见过志愿军 爷爷 您穿军装真帅 年轻的时候肯定很酷 比许托酷多了 给我看看 哎 你们把这个照片给我留下 我来帮你们琢磨琢磨 也许啊 可以找出一点线索来 谢谢爷爷 大海诉说我的忧伤 忧伤我的故乡 再也看不到的 是了在梦林亲近的 大臣倒 是在买惊 你怎么又拿了 不要这样 你怎么这么大 你怎么这么大 你怎么这么做 你怎么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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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静静地听一听海浪的声音 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吗 家 怎么说呢 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 然后他们都离开了大晨岛 是爷爷把我带大的 一直供养到我上大学 所以 这里对我很难说是不是家 但是看得出来你回来爷爷很开心 所以啊 我心里就更难受了 这两年在城里忙着工作 我也很少回来看看爷爷 我也很久没有看到爷爷这么开心 我也好喜欢爷爷 觉得他好亲切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就是觉得他很可亲 身边有这样一位老人挺好 我本来以为你不太会有想家的感觉 你来这里以后我也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你想家 想家 我都不记得我的家在哪里 所以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我那边聊到елен 那边有名单 我只要不然 你选择 你不要到他 你也不得了 我希望在这边 你不得了 我看到这边 你吓死我了 别听了 什么也听不见 谁都听了 算了 我都听半天了 海浪声太大了 回去睡觉吧 刚洗的呀 我去睡觉吧 刚洗的呀 阿拓 过来啊 过来啊 我们就在这儿了 你们玩吧 其实那天晚上 是许爷爷飞要我去的 我知道 可是 那是我上班的地方 我就是 想完成一个爷爷的愿望嘛 真是惭愧呀 我都这么大了 还要爷爷为我操心 要不这样吧 你去找爷爷 表个态 那 怎么说呀 就说 我们做朋友更合适 好好好 那我一定找个好机会 跟爷爷说说 初初 好吗 谢谢你 你们看 都是我捡的 还忙活了吧 你再去捡 如云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就不想再想起来 你是谁从哪儿来 来干什么的 也许吧 为什么不呢 这样的日子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买客 我觉得我的梦境 好像和一场灾难有关 可是你梦来梦去 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呀 怎么没有价值 我觉得这些记忆碎片 就很重要 只要把它们攒够了 就可以拼出一张完整的图画 我的娘 什么叫攒够了呀 俩月 半年 我们就这么耗下去啊 我爷爷已经给纪念馆的负责人 打电话了 请他们帮忙查找一下 照片的来源 我想说 我隐约觉得我以前的生活 肯定和现在很不一样 我很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 你整天吃喝玩乐的 你当然高兴我 你是不是拒绝回忆啊 少废话 回去我还让你有事呢啊 真的啊 随时恭候 我喜欢这里 我喜欢你们的 什么意思啊 阿兔 桌上岛上来玩玩 再见 再见 不抢活儿 警察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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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好好想想 我想什么呀 我把车开过来 上车走人 就这么多 你车是从哪个方向开过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方向 那他站在哪儿啊 他就站在这儿啊 就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 那他当时脸是冲这边呢 还是冲这边呢 这边 他当时在干吗 你说干吗 我说一千遍了 他在打车嘛 我说你怎么 他 手有点重啊 你上哪儿去啊 咱回去吧 我五天都没营业了 我不营业公司就要扣我钱 扣我钱我就没钱 没钱我就开不了自己的小店 我来台湾是来挣钱的 不是来玩的 钱钱就知道钱 我知道了 如云肯定是从机场坐大巴到的这儿 然后走出去 坐在你的出租车 大勇街道如云的地方 附近就是机场大巴站 它非常可能是当天早的开车 然后坐大巴进的潮 完全合情合理 我们站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有同学在机场当班 你不是要上班吗 还是我去吧 我去好价了 拜拜 好了 可以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经理 女朋友来了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怕你骗吧 好 我是在工作 不是在玩 你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看着我 你太无聊了 你可不可以去找点正经事做 不要这么无聊 正经 serious what do you mean serious 正经事就是很有意义的事 就是 快来看 快来看 这是谁 这是谁 如云 我终于找到他了 真是太好了 已经知道他的出现时间了 你们在这儿稍微等一下 我帮你们调出这段时间 进港航班的信息资料吧 好 谢谢你啊佳佳 谢谢 太好了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 你们想想怎么请我客吧 真不巧 这段时间的进港航班信息资料 正好设计一项司法调查 已经被调走了 那什么时候能拿回来 不太清楚 我爱你娘 好 不是 不是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弹得太好了 我们很爱听 能再弹一曲吗 是 没事 她很好 让她玩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杜宇 陆云 来我告诉你一个小消息 我们呢已经查到 你来泰州的航班号了 过几天你就知道 你自己的姓名 还有你具体情况 是吗 嗯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明天我们单位挺忙呢 不能请假 我就不过来了啊 走了 拜拜 拜拜 齐特 什么时候下班啊 吃点东西去 好的 我请客 我请你吧 我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 酒店人手本来就不够了 今晚我要嫁一班 还是你们去吃吧 我哪里也不去 我就在这里给你下班吧 不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酸饭你就回家吧 对了 我把家里钥匙给你 大家走 来 去吧 听不懂英文啊 走 嗯 这东西真好吃 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 我准备好了 好 我直问主题 如云妹妹 你也看见了 由于你的出现 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你得明白 我没法再忍受了 我开出租车是要赚钱的 可是我现在每天都陪着你玩 我还要贴钱 现在好了 你的身份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只要机场的资料一找到 你立马就会知道你自己是谁了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回家看病去 那么破汤 你以为阿兔很开心很有空是吧 是我不好 我找到了她 你不了解她的性格 她是不会说不的 好的 我看 你看了啊 我看了 其实也不是我们要甩掉你 是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找到你自己 我们也不用再这么陪着你了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什么事情要靠自己知道吗 那你说 我可以去哪里 买单 现在是美景时天晚上八点三十分 请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一有阵雨或者雷雨 短时风雨较大 明天落雨到一阵时有阵雨 后天落雨 后天落雨 一阵时有阵雨 徐晴下班了 谁 你朋友在家等你吧 没有 还挺善解仁义的啊 还挺善解仁义的啊 我还干了一件更善解仁义的事呢 我把它给处理掉了 处理掉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见他了 你把他送哪儿去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不是 你急什么呀 我是为你好啊 什么为我好 你干了这下什么事啊 我看出来你烦他了 谁烦他了 那你就是喜欢他 对不对 你别傻了 你知道他到底是谁怎么回事啊 过两天都谜底揭晓了 自然会有人把他接走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他不属于这儿 可是他信任我们 他也依赖我们 你为什么要在谜底快揭晓了 你反而把他抛弃了 好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省得他知道谜底以后 抛弃你 抛弃我们 这什么狗屁逻辑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管他 管他叫负责到底你懂不懂 谁要管他了 是你要管他 没有你我早把他送救助战去了 还等今天 好你个赵大勇 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 你还是个男人吗 怎么说话呢 谁不是男人 谁不是男人了 我告诉你 他既然是美国人 就更应该明白 什么事情要靠自己 我们俩凭什么每天陪着他 就算你真喜欢他 我也劝你一句 别自作多情了 他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什么呀 整天欧买尬尬尬的 等谜底揭晓了 他清醒了 他会喜欢你吗 一个泰州人 一个小地方的酒店经理 欧买尬尬 你不要侮辱他 更不要侮辱我的生活 泰州怎么了 泰州不好你来泰州干什么 他来泰州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生事肯定跟泰州有关联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每天只知道 赚钱赚钱 狗屁股等我家伙 你明白泰州这两个字的意义 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泰州虽然没有生理 但也养育了你 你说这句话 你还有点良心吗你 那你说怎么办 上上 干什么呀 开车 什么 人走了 是他自己坚持要走的 那你们怎么不制止呢 对不起 这里是救助站 不是监狱 就是监狱 还要尊重犯人的权利呢 阿拓 你别急啊 你别急啊 阿拓 你别急啊 阿拓 你别急啊 打我可以 不能打脸 也不能打要害 我还传宗接代呢 那也是要害啊 你能不能乐观一点啊 这丫头挺机灵的 机灵 她现在失忆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多回家 带来很多麻烦的 你别说了 咱们找行了吧 台中多大的地方 找 台中有山有海 上哪儿找去 怎么找 那找不找了 找 大勇啊 机场没有啊 最后一个航班已经飞走了 谢谢啊 小赵 赵大勇听到吗 我是他朋友 他在 请讲 我在长途坑云总站 早班车开走了 没有看见你要找的人 谢谢 谢谢师父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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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